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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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是上涨了53.98 标普500上涨了20点是达到了2818.46 然后那只是收在7691.52 道琼斯是上涨140.9 那是报25657.73 现在是基本面也重要 技术面也重要 那么在上个礼拜五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造成10年的国债的回收率要比三个月的还要低 那已经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子了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到今天 10年公债的回收率是到达了2.42 那做这个房贷的人呢都很忙 然后要refinance的人呢也积极的一定要锁住利息 对房市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Warren您并不见得这么看 同时我要听听看 为什么今天收盘并没有开盘这么高 那这个驱动力为什么缓下来了呢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我想最近在投资界谈的最多的就是倒挂利益 也就是说短期的公债要比长期的公债要高 这说明就是 应该说是大家对未来的经济不那么看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有一些抛售的现象 第二呢 在中国大陆A股方面呢 有传出大量的外资呢正在出逃 结果人家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RIT呢 其实是中国的本身的一些资金 由于在2400点最低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呢 居然开放了这个农资 农券 而且放大杠杆 让一些股民来炒作这个股市 犹如放了野狼出山一样 所以这个造成中国股市大涨 那这批资金由于它的借的杠杆比较低呢 它是去杠杆化以后呢 在3100点呢 出现了一个抛售 所以我想这个中国股市最近也出现一些资金外逃 美国的利益倒挂 是我们这个市场短期之内 没有太大很好的就是继续上工 而且大家在前面的这个高点呢 也是比较就是去年的2018年的一个高点 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 所以我想从技术面以及基本面方面 支持市场需要一定的休息 但是正如我在湾区做的机场讲座当中表示的 我认为大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真正的大钱在于是说长期投资 今天我正好在纽约参加了这个Niva Conference 那么我们当中讲到笑话 讲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巨无赖 巨无赖? 巨无赖 就是乐视的创始人 他办的两个FF汽车呢 居然呢 不断的有中国的富豪呢 跟他结盟 要投8亿5亿 那么当时我们就谈到了 他们说不是哦 你看美国的这个基金经理啊 他们就是很看重这个FF这个电动汽车 觉得还是未来5年10年 他们都有兴趣去揭露 就是说去介入 所以他们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华尔街 他们并不像中国展户那样太短视 而是更着重于长期的赚钱 对 高盛说过他们是长期贪婪 他们不仅仅是短期贪婪 他们还是长期端了 所以很多股票从一定程度上 你比如说1972你买了 Philip Morris 1966年买进Walmart 这些股票都会是赚很多很多钱 1986年买进Microsoft 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一定比你天天买进买出要好得多 这是我30年学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被短期的这个波动所困扰 而应该把长期作为一个真正赚大钱的一个 就是真正赚到这个为下一代为自己的退休 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基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时间段吧 长期非常重要 嗯 非常了解 也非常同意Walmart的说法 但是这个殖利率会倒挂 倒挂呢 这个已经是2007年到现在2019年第一次发生 通常做股票有一定的经验的人都认为 万一长期的比短期的利息要低的话 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方向针 是一个指南针 所以对这个现象呢 是抱以非常重视的态度 那又如何解释 长期持有赚大钱和殖利率倒挂 这两个矛盾的现象呢 呃 这种现象其实在前最近三年都有 就是三有 三年都有 主要是说明华人投资界 应该说华尔街投资界对于前景的一种 并不是乐观的一种看法 包括我们欧洲地区 他们整个的经济都下滑很多 包括这个很多地区的这个整个GDP都在下滑 这无疑是拖累大家的信心 但是我还是在这个硅谷的讲座当中讲 我觉得未来的一步将是纳斯达克 将会出现一轮新的上涨 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股市 我不知道最后一节有没有关注 苹果 苹果的走势它非常非常的强 今天已经涨到182 我觉得它最近的低点是在160 为什么它涨是因为它在预期 2020年下半年的这个 呃 因为我们已经实际 实际上已经十分接近2020年 股市会提前半年反应 我觉得苹果随着五级 苹果手机的正式推出 我觉得苹果将会 手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高峰 苹果的高高潮呢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巴菲特自己黯然不动 啊 无论大家怎么笑它说这个苹果股价 啊 没有涨只有跌 但是它持有苹果的股份越来越多 是这样的 嗯嗯 那如果说买了一个5G的苹果手机 但是美国各地铺的这种 啊 这种设备塔台还没有跟得上 那我们还不是把它当成4G的在用吗 还是您认为这是时间问题 早晚问题一定会搭建好 因此有很多5G的概念股 也是乘风而上 并且在节目中 Warren Brant也有提出来 要给我们矽谷湾区朋友的 一份5G的候选股的名单 只要加Warren王的微信号 呃 是 只要加我的微信呢 就会获得 啊 Brian老师的Warren 啊 就应该说他的5G的股票的 这个微信号 谢谢周小姐主动帮我做promotion 那么今天呢 我还告诉大家 2019年也是中文投资网成立20周年 那么在此呢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我的绝活 啊 我的绝活就是我专业的领域 因为大家都听说过巴菲特投资说 巴菲特说哎 大家搞不懂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做投资啊 这个我 我正因为按照他的准则呢 在2017年的10月份呢 推荐了一支股票叫CBSI 从一毛三分钱涨到了今天的五块钱 最高涨到过九块钱 所有订阅我们散户第一金的朋友 就看他的定力 所以我在硅谷的我们自己的讲座 那一天呢 居然碰到了一个涨户第一金 他说王先生我真的是在两毛三买进 就我开钱抛掉 我还有交割单 但是呢 由于他的隐私的关系 我不想公布 他也不好意思公布 但是他当场是有很多人听到 他跟我们说 温人王你们这个服务我都要买 只要给我抓到一支股票 我就发了 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觉得呢 很多投资人他没有定力 有的朋友跟我说一块钱卖掉了 有的一块五买掉 主要是原因呢 是他不懂这个行业 所以懂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我今天呢 为了庆祝我们20周年的一个 这个20年庆呢 我送给大家一款我们最新代理的 叫New Leaf的汉麻油 价值34美金 价值34美金 你有啥病啊 你有头痛脑热 你有发烧感冒 你有焦虑 你有压力大 你的生意 因为每天回到很累 因为我们的HR跟我们的经理去 去HR经理去访问律师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 你们公司好像在买汉麻油 你看我们这边 律师事务所忙的要命 我们这个油有没有用 其实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说 你用了我们的汉麻油 你会回到家感觉非常非常轻松 而且你不会得病 而且你会睡得很好 这个油 一句话 用什么毛病都会好了 但是呢 我今天就送给大家一小罐 我不敢送给大家一大罐 我们总共拿出2万美金 来做这个市场的推广 你只要用了以后 一定会有用 但是我请大家一定注意 就是我们会收一个 shipping handling12块9毛9 为什么要收这个费用呢 周教姐你知道吗 我们的零售价是34块 我们送你12块9毛9包送到家 原因在于说 我们发现很多客人 他说温人王你送油 你送这个他们就要 要了以后他也不会去用 温人王说送股票投资的video 我拿回去也不看 你知道吗 你知道其实我们美国 美国人的生活是比较实在的 不是说像中国土豪 我们说笑话叫土豪 土豪就是说到蛋饭店一吃完饭 顺菜全不要了走了 那我们美国人 打包 美国的华人 打包 对啊 那同样的大家对我们这款油 这么好的油 我问一个中医师 我们那个非常著名 他对大麻油有了解 我不是说请所有的西医 请很多中医 他们都不大了解大麻油 所以这位中医呢 他非常了解 我说王医生 和我同性 我说王医生 你能不能说这款油 比东虫下草 比人参 燕窝 比这个 燕窝 比 燕窝 好吧 他说当然好啊 我说你敢不敢当着面说 他说敢 那我自己用下来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 我随后大家要注意 周四我也采访 我也受那个基纳的采访 基纳 对 那天我说 基纳说你干嘛来了 你原来不是讲股票怎么卖大麻油了呢 我说我实在做不住啊 这么好的东西 我要让华人知道 我要把我的亲身的体会告诉大家 我很后悔我在2008年没有吃这个大麻油 否则我身体要比现在强很多 周小姐 我昨天这两天 我一直每天都用大麻油 用这款大麻油 我每天的血压是113到70 我原来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早上的时候由于 无论你在洛杉矶还在旧金山 你知道老年人 或者像我这种 他早上一起来 这个一刻 测这个血压的话 通常会比较高 所以在130到190 其实这就是 很多人发这个中风的毛病 都是在早上 所以很多人他应该搬到 老年人他有风血 心血管病的话 应该搬到 像佛罗里达呀 像这个海南呀 或者说像墨西哥这种热带 这是像泰国啊 所以很多人 早上他会有很危险 即使他的血压 处于比较高的状态 我这里三天 连续测血压以后 用我们的 New Leaf 我保持在113到70 我不是为了卖这款产品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首先加我微信 窩人王2018 我上次在你节目当中 很多人都笑了 我说各位在座的朋友 你们我看年纪都比较大 大概在40岁 占了80%左右 我说你们都要 第二 投资的朋友一定要 因为你们要非常要专注 你们想要赚钱的话 你们要发现这支股票 你们想得非常明白 这个股市到底怎么走 否则如果你不专注 这个股票就赚不到 所以我认为大家都要买 所以大家都笑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款汉麻油 我是送给大家 但是为了 不是我要贪图这个12块 因为12块 就算我收了你的钱 我还是亏钱 因为我的原价是34块钱 好 这一款油 我想让你 不是sample 这是正规的 就是比较小平的 我们在20周年 这一年庆 我们会送出2万价值的 就是差不多2万价值的 汉麻油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CBT行业 了解这个CBT是一个医用大马 其实非常非常宝贵 它的医学价值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作为一直在您的节目当中 我也希望回馈给我们社区 希望大家赶快叫我微信 WARREN王2018 WARREN WANG 2018 OK WARREN WANG 2018 好 WARREN 我们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回来以后呢 我就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啊 然后对于美国养生品以及医药的管理的这个方面的层面 来问你几个问题 希望呢 我问的问题 也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好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所了 有十年以上治疗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蟳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症经验的张云医师主持 亲切热心 将用英语及华语成一位广大儿童及成年过敏病人服务 红木城分所地址100 Arch Street Suite 2 Railwood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408-286-1707 408-286-1707 GMCC贷款银行在湾区及南家都享有盛名 拥有9家分行 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内部审核直接放款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anding Resource合作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方案 庆祝Fremont分行开张 特别举办4月5号 4月26号早上10点半开放日 指线贷款经济必须短信650-996-1982预约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由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济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中文投资网CEO Warren Wang 分享2019投资股市应该重视的AMC-13C 就是中国概念股操作秘诀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经理Nina Wang 带来两款养生品给观众朋友 Princess Sarah介绍2019年春季保养化妆的特色 3月30周六晚7点半 3月31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西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b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bcmedia 或是西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b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温文您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几乎三个礼拜以前 由26台和我合办的在北加最大的一场财经嘉年华 牛市生死之谜 就是在贵公司的子公司 汉普生命科技的总经理Nina Wayne 在讲的这一段的时间之后 就是整个的seminar结束之后 我们在the following week 都有送出survey form 那有很多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讲座非常认真的朋友们呢 给我们很大的反馈 那关于汉麻油的这一个板块啊 他们有提出一些意见 让我来告诉你好吧 Warren 好的 好 那有的朋友是说 这个强调它的好处 它有没有经过美国的FDA approve 那这个呢我可以了解一半 剩下一半呢我就交给Warren来讲 就是如果当成是医药类 那当然就要经过Face 1 Face 2 Face 3 好 那因为汉麻油这个产品不是属于医药类 而是属于养生保健品 因此不需要FDA的approval 我说的对吗 嗯 FDA对于这个CPD的话 现在还没有定认 最近FDA的老板呢 就是FDA的Chief呢 辞职了 呃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一条消息 其实上周四非常重大的消息 就是CVS Pharmacy 大家平时买药的话 这个连锁调店呢 他们将会在八个周八百家门店呢 啊进行推广这个CVD的Cream 啊就是Tropicana 就是这个养护肤病 啊说明了这个CVD可以完全在护肤病领域呢 是完全合法的 我也问过CVS Pharmacy的这个店员 他们说在一个月以后 他们会在柜台前大量的推广这个CVD 我自己用过CVD Lotion 我就发现特别的神奇 因为CVD本身的作用在于止痛 啊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很多人说 叫Shallowweb 一个叫Econax在新西兰的公司 这几些公司啊都涨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啊两年之前呢我们曾经跟这个新西兰这家CVD的公司呢合作 他们其实在日本的卖的非常好 日本走向服务的人也用这个CVD 当时他们给我们的价值呢 是200万可以参与他们公司股份的20个percent 周小姐你知道今天大家在澳洲市场 在我们OTC股票市场的价值你知道是多少了吗 是多少请告诉我们 接近4个亿美金吧 所以如果我们当时投了200万的话 今天的价值应该在4000万左右 可见这个CVD啊它的这个价值的日趋不断的上升 所以今天大家加我除了获得这个CVD油之外 还可以给我我可以给大家三支CVD的领头的股票 第一支叫Shallowweb DI加叫Econax 第三支叫CVSI 这三家公司CVSI当中在讲过 从一毛三涨到了9块钱 现在是5块多 还有一支股票从1块钱涨到了4块钱3块半 还有一支股票从差不多2块钱涨到了17块钱 所以可见这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大家加我微信呢 我想让大家尝一下这个CVD油 特别是我们硅谷的工程师啊 很多人说 哎呀王先生我这个身体很好的 我还特别年轻 其实我们硅谷我们都知道 周小姐讲的7点钟正是我们刚刚下班 我们洛杉矶5点半下班高峰 可能就金山硅谷这边要7点7点半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努力 其实压力非常大 project 没日没夜的干 其实你身体当中就隐藏了这种隐患 因为很多人他的压力太大他就会不开心 他就会变成一种病 很多人们以为病是因为我病了 而不是说因为我压力大 stress 所以这个CVD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relax 然后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早上来一滴晚上来一滴 你睡觉睡得好吃饭吃得香 而且早上更有精神 下午晚上的时候可以relax 每个晋级的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首先通过我家微信 我会派出我们的客户代表跟大家聊一下 你是什么状态 我睡眠不好我经常感冒 我经常口腔溃疡 我经常焦虑烦躁 我经常压力大 我做生意我做股票做不好 因为我不能focus 我经常吃香打小菜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有解决 然后给你告诉你大概的用量 我觉得FDA现在在未来三年之内 他们还在衡量这个东西 到底是neutroceutical还是药 我想成为药的可能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他们一定会规范这个CVD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像我们美国 这个GWPH这家公司 他们的癫痫这个药呢 他一年要花总共三万块钱 才能把这个癫痫 就是说要有已经进入医保系统 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及西方国家 那么所有的癫痫的朋友都得到了福音 但是如果他们要自己处担这个癫痫 这个CVD 由于CVD这个药引发的 这个能够治疗这个癫痫毛病的话 他们需要付出三万美金的代价 所以很多朋友非常感谢这个美国的医保系统 让他们得到了这种非常奇妙的植物所产生的 这个CVD这个药物 所以我想在湾区的很多朋友 我们今天讲股票的原因 在于说我们要理解说 为什么苹果巴菲特都认为买 因为巴菲特认为说 这个苹果是以后每个人都必须的 假设说周小姐你掉了一部手机 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我手机一丢的话 我连家都进不去 因为家里面的Alarm啊 Garage door opener啊 都是store在这里面了 对所以其实CVD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CVD它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在以后的食物当中 在所有的lotion当中 因为我一铺这个CVD 有我的一些炎症啊痛啊 比如说手划开了一下就好 但是你用一般的lotion的话 你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这个CVD油 大家不要因为说 啊涡人王说12块9毛9 而说哎呀这个油我不要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这是一个神油 你没有相信 而且只有我们才在真正的推育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了解CVD油以后 对这些股票才有真正的发展 相信我你长期投资一定才是真正的赚大钱 我的微信号呢是涡人王2018 如果没有微信号的朋友可以打 800988561来索取 这个今天要提出来给我们矽谷湾区的朋友们 是这个这个CVD油是免费 但是希望大家要付一个运费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要大家重视 而不是拿到了以后就不把它当一回事 放在旁边就可惜了 而是自己花一点运费呢自己比较珍惜 就是确定自己一定会适用的话 在像沃润索取这样子大家都不浪费 是的 因为非常可惜 如果这个正规的油34块一瓶的油 我把它当宝很多朋友都笑我 因为我每天就带着这个瓶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每次就给人家 我把它珍爱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20年以后50年以后 如果巴菲特还能活那么久的话 他一定会买CVD的股票 因为巴菲特买的股票 无疑是巧克力公司啊 可口可乐公司啊 是日常百姓都用的 我相信20年到50年之内 这个CVD将会在每个家庭的摊桌上 每个家庭的这个lotion上 每个家庭的这个药品当中都会出现 甚至会取代这个止痛药 会取代RCP0 会取代Telenol而变成一个植物 因为每年死于Telenol的人 大概在全世界有4万个人 因为他们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是化学合成 所以造成各种人体的器官 对这个化学出现了副作用 而我们的这种植物 它是和人非常亲近的 你说猫啊狗啊 它们有的时候 就直接跑出去跑到草地里 找一些草药吃一觉就好了 你很少看到猫啊狗啊 吃止痛药啊 吃退烧药啊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他们靠怎么解决 就是靠平常的这些植物 所以我们人类 其实很天地和在一块的原因 是上帝给了我们 很多很多的一种天然的食品 我们一定要重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了解了CBD油以后 才会更重要的去投资这些 CBSI shallow web 去买他们的产品 对比哪些产品 对比他们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CBSI shallow web 也许可能20年以后50年以后 成为今天的茅台酒 成为今天的万宝路 大家想想1971年你投资万宝路 一万块钱今天是六千七百万美金啊 到时候这些公司都会赚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的趋势 而不是说每天买进买出 当然我们有很多买进买出很好的老师 比如说Brian啊 还有Jason老师啊 是这样的 好的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财富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Warren王要阐述的一个理念 请加Warren的微信号 WARENWANG2018 来获得这项礼物 谢谢你Warren 祝你晚安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好谢谢 听众朋友 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Long on time的 Andrew B 接受我下半场的访问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创办人Warren王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Warren大胆建议买进Apple 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Warren王揭秘未来十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 微信Warren Wang 2018 或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MaxRail Cupertino 已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ail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恰贝拉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新翼旅行社Mar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Mar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翼旅行社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便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邀您参加4月2号 德利洋地产税法研讨会 德利洋地产首席执行官兼法律总顾问 Michael Rebka详解地产相关的税务问题 硅谷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 Candy Leung提供硅谷最新房市动态 4月2号周二晚6点至8点 Sheraheis Golfing the Country Club 提前预定 请致电650-543-8500 或电邮至rsvp-at-dillionvealty.com 此研讨会专为存在客户准备 解决同行参加 唉 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疮 试过很多方式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好光滑细嫩呢 Bofor Day Spa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 去脂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Bofor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闯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获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管售屋法拍屋奖座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 细股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到了Andrew B的时间 Andrew你好 周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在上半场提到了股票 现在由经济数据 来看经济的前景 并且我们也要看到利息的前景 Andrew在今天公布的 二月份的新屋开工 以及营建许可 这两个数字是双双下降 低于市场的预期 二月份的新屋开工呢 从116.2万户降低了8.7% 这个数字呢 让大家觉得说 这怎么回事呢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营建许可 这个申请要盖房子的数目 字在二月份也下降 这是到底是单纯的 受到气候不好的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说 应该对未来讲 没有太多的指导 就是说这个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什么东西了 我想 现在市场普遍预计 经济还是有些 slow down 特别是我们看上周 联储局发布他们的对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 可以大家看到说 他们的货币政策好像有一个 基本上180度转弯 跟2018年年 对 以前我们都讲 今年要加多少次期 然后多久加一次加多少 现在突然转到说 现在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加息了 同时市场还感觉说 搞不好要减息 所以我们看现在十年公债 在上周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跌幅 一下跌到2.4% 就在上个礼拜五变成殖利率倒挂 对 这就是说我们看联储局的隔夜拆接率 已经到2.5%了 现在十年的公债收益 才2.4% 所以这个确实是 也造成这个整个贷款利息 有一个非常大的drop 现在基本drop在0.25%到0.375% 0.25%到0.375% 对 那么在这几天所住利息的人 实在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对 对至少说比前面相比有两大的 所以我们是lock了很多利息 lock了再说 对 因为 因为这个确实 美国经济可能还好一些 可能这个 这个这些消息 包括包括欧洲啊 德国啊 出来一些制造业数据 所有的 德国啊 PMI连续下降啊等等 对 因为当其他国家经济 slow down 的时候 第一个获益的应该就是美国长期公债了 嗯 因为这些钱就会转到美国长期公债 也就是说为什么最近现在这个利率倒挂 并不见得说显示像以往一样会显示这个未来的recession 但是啊 确实 因为这次现在的原因应该是完全跟以前不见得相 就是外国的避险的国债的基金都转到美国来了 对 所以造成利率下降 那自从在上个礼拜五十年值利率下降之后 在礼拜一继续下降到2.418 在礼拜二今天是降到2.42 这个直接影响到了房贷的利息了 对对 这两天可以看股市虽然活跃一些 但是整个这个公债市场还是相就是相对平稳下来了 就因为我们当开始也担心说 通常有的时候这个大的下降会会突然出现一个反弹有可能啊 但现在看基本还是稳定下来了 哇一年何动一年何息啊 现在跟去年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完全是不一样了 我们看这个利息也是完全不一样 去年基本上是四字头的利息 现在是回到三字头 所以应该要考虑refinance了 让我们了解一下像今天这种市场 各种不同的program它的利息是什么呢 像这个confirming loan啊包括high balance 今天30年固定都可以做到3.75 如果15年固定呢最低可以做到3.25 然后像7年或5年呢大概是3.375的样子 当然这个如果做no point no cost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就是看你的这个信用分数啊 loan to value啊这些 那么像jumbo loan呢今年像5年可以做到3.25 这个也是我想特别是弯曲啊蛮多朋友 相当好 对特别是在前几年做的arm program 现在恐怕都有机会做一个refin 把它这个再extend一下 的确是很好 那这个是讲到jumbo大额贷款 关于income property income property基本上因为本身银行会加一个point在上面嘛 所以income property呢通常还是以30年固定为主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的closing cost可能会更低一些 那么现在基本你这个利息就要再加0.25到0.375上去 所以overall来讲整个利息下降我想对各种program 都是都是好事了 所以现在不仅仅是考虑要consolidate debit啊 或者说原先home equity line把它配清啊 同时也可以考虑说 把现有的program再延期一下或者把利息降低一下 重新调整一下 那andrew刚才提到了home equity line 那这个现在的home equity line的利息是按照prime加上多少 对加3嘛 加3 那现在跌下来的是10年的公债回收率 所以这个怎么跌是影响到自己重贷的部分 可是这equity line的利息还是没有降下来 对equity line 哎呀好吃亏哦 对就是说未来来讲通常现在至少我今天看到的这个预期报告也是就是说未来讲可能联储局不会非常aggressive降低这个短期利息了 他可能还会把这个短这个短期利息停在这边 因为你如果过快降低短期利息的话 可能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 嗯 那么他现在基本就是说我维持这个联储局的balance sheet 也就是说我继续购买这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能够保证这个贷款利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这个水准上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home equity line的利息在未来讲不会有太大变化 哎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你连2.5加35.5所以未来来讲你不要期望说他会今天会很快降下 除非联储局不停的降息哎对那那那那是另当别论 那个时候那个是又有问题了有大问题了 对OK 所以现在呢反而是要想如何把line of credit里面的已经用到的钱转换成对finance里面的第一顺位这样才能降低payment 对对另外一个本身我想home equity line的本意也是说是一个emergency的use 并不是说你做一个长期用一下就还掉对然后放那边比较保险嘛 当然在在四五年前因为primary比较低你还值得那样去做 但现在primary已经涨上去就不就不太划算去这样做 所以specifically每一个开的自己的钱的来源都有他的特别的特性 对要什么时候用用多久这个都要依照自己的精打细算的这个屋主自己来决定了 对没有错嗯好现在什么样的人正在做重贷这个跟purchase loan相比可能又占大多数了 对现在至少这个月来讲我想这refinance比例就增加很快了 哦三月份对所以现在purchase来讲还是增长很缓嘛 因为本身稳定哎就说这个inventory也少嘛很多primary不大容易说一下就买到房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像我们还是以这个refinance的这个业务为主 对对对OK 就是所经手的这些客户他们都是快要到期了或者是寻求一个更低的利率 对基本很多情况都有嘛包括一个是快要到期了第二个就是合并consolidate这个debit 嗯对还有目的要cash out比如他要做其他的investment make sense make sense 对我想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challenge确实你要经常想怎么怎么把你的钱能够活用起来 就是说经常啊不光是光去投资嘛另外也是通过调整program啊就是让你整个这个financial方面呢就是说能够更多元化一些 然后这个潜在的增长会更更更好一些吧 对安主现在已经是3月26号了距离在4月半要报personal income tax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近 在您接到的这么多案例中间做refinance的人要看的income tax return就不包括2018的了都是要看到之前的是吧 对就说报税丢之前我们还可以用啊061617两年的嘛 嗯但如果到了过了这个这个过了4月15号就必须要看2018的对就是你一直要看2018的或者说你有发extension就要要那个extension那个form 是所以这个报税也是蛮重要一个是就是说呃第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到你的当你特别是当你要报loss的时候 或者你是self employee要报这个claim更多的expense的时候你要先先先想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呃要要重新贷款呢 或者要借更多的钱这些可能你的income都会直接影响到你未来这个贷款了 所以说在家里面如果说打算2019年将有一些动作在买屋或者是重贷可能他2018年前赚的也比较多 这些人呢应该少少就要把这个personal income tax 报出去了 对你或者报出去或者说你就干脆发extension嘛或者干脆file extension 但是有很多financial institution他们的k1今年都拖到很晚才发所以有一些人他想报也没办法 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现在你花更多时间把这个好好的计划一下 嗯嗯ok好那现在的贷款的guideline还是跟去年差不多 我想主要的这个loan来讲还是差不多了confirmingloan啊还有jumboloan这些我们所谓apaperloan这些应该差距没有太大变化了 是那更多的就是说现在有多的做就我们所谓的这个non-QAM的loan 也就是说相当于过去这个次贷了啊suprime loan这些 现在我看就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就是说因为市场上的资金还是蛮充裕的 嗯他总总是要找一个地方去去投资嘛那本身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比较 现在目前还显示这个相对比较健康所以就说很多private lender啊或者说 在secondary market对这个各种mortgage需求还是比较大一些 嗯ok好那这个是这一种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未来的利息是不是继续会降这个大家也是不得而知 也不能为了在未来的一个不定数现在就什么动作都没有 总是要把自己的文件统统都准备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报税这一块 哈哈哈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 但是如果说哦呦比如说在一个月以前做了refi的 现在觉得说又低了也不必着急因为以后还是还是可以存在吧 对还是有机会像你买股票也很难说抓到一个机会买低 然后又抓到最高点卖出哎呀那个永远不会哈哈哈哈对 所以大家就完全针对于这个以前嘛我现在refi就是看看你你跟以前的利息跟你current利息相比是是不是make sense 是是好的朋友们您想要做上述这些事情啊不管是你想要把现金拿出来做灵活的运用来再来投资或者是想把payment降低或者呢是想把line of credit结合到把它移转到第一顺位的贷款 那利息能够qualify到什么样子呢把自己的情况跟andrew b说一下他的联络电话是40878188987818898电邮是andrewatlongontime.com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longontime.com 老公啊我出车祸了怎么办呀 啊你没事吧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听他说找重新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最后啊还向对方保险公司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案 好那我马上就来找翁景山小姐帮忙吧 重新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 415-269-1803 董彦杰SBRE Realty现有Mupitas五年新Townhouse 三房两域1951平方尺 开价113万8千 周末开放650-867-1248 650-867-1248 新翼旅行社提供租车服务 配备专车司机7-56座不同商务车型 满足您的各种出行需求 新翼旅行社推出客制化旅游服务 无论您是企业奖励旅游 员工旅游 商务差旅 个人家庭包团 境内外旅游 新翼旅行社保您一路畅通 详情请上网www.marysontravel.com 或致电408-727-0570 727-0570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沙士公司中文投资网推出 New Leaf至尊CBD 保健品届的劳斯莱斯 一经推出就火爆热销 解决压力大 严正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CBD一世有奇迹 立刻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 订购电话888-789-1670 888-789-1670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完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Google Match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Match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 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w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哎呀 刚才在上半场听您说 房地产的市场现在是平平 这个是看location吧 对 现在确实湾区啊 即便是Santa Clara County 或者很近的这几个县啊 每个地方都有它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有的地方 还有拼命的大家在拼命的抢 是啊 有的地方确实 连这个open house都没人去啊 确实我现在感觉上 因为我这关区来讲 就是说大家对市场 还是蛮sensitive 就是说 比如现在有很多地方热呢 比如受到 比如说这个未来IPO的影响 这个IPO上市确实啊 我觉得对房间市场 会有个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了 首先 富翁又多了 哎对 资金更充沛了 对 代表经济好 大家就放心了 而且现在这些high tech company 很多人都是刚刚工作 或者说工作一段 都是比较年轻 还没有房子 你比如我们看这个 12年13年 Facebook上市的时候 当地这个Mellon Park 那个地方 一下子就比其他地方 要涨涨蛮多的 第二另外一个就是 通常IPO上市呢 因为它的它的股票的钱 它要经过一段时间 六个月 对呀 所以呢 一旦有IPO上市 它不光是当时 或者说预期 大家预期嘛 而且这个 在上市之后 可能在两到三年 可能这个地方的房子 还会一直蛮热的 最主要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去本身 这个很多地方 inventory就比较少 有IPO突然一下子 它就会把这个 很多inventory就吃掉 因为这些buyer 都是蛮qualify的 然后又有能力去购买 呀所以 这种消息都是gear into seller还是the king啊 哈哈哈 有些时候 我真的也很难想 就现在我们分析 现在有些地方热 有些地方 not so hot 对 not so hot 有时候你也想说 为什么这个明明 只有两三个mile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确实这个 精明的买方 有时候我看是 有时候你可以说 还很精明嘛 但有时候也可能说 就是说不够精明的地方 因为房地产就是这样 当大家都去抢一件 最后最终买到那人呢 我想一定是拿到 最最最差的加强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 当你觉得赚掉 是当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你去买 我记得在七八年前吧 有一段时间 呃我记得很记得很清楚啊 外三五岁 九五一二九 当时的single family house 那边没人没人买啊 八十几万 没有人买 啊啊 当然都去买cupertino的这个这个大房 当然因为当然那边房确实小一点 当然一半都是一千三百尺 对对对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非常非常轻易的 就是那个那个房子出来要等很久才卖掉 因为那时候地那个地也很大啊 通常都六七千尺啊 嗯 但后来一下子变成说非常强了 嗯 呃所以我觉得现在 momentum was building up 的时候 还没有很 多的action 自己就应该 对所以我觉得最精明的buyer 应该是去更分析一些地方 还不是so hard的时候 对 当然这个你的risk也有了 就是你你要去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预期可能并不是真正会发生了 但是我想至少在弯曲这个地方来讲多去看一下现在还比较slow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杀价的可能啊 或者说机会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在slow的地方还没有那么hard的时候 这些seller他并不这么认为 他如果坚持还要高的价钱 那不就是只有两条路在市场上放了很久 第二就是久久就降价降价 搞得心情很不好 这个突然现在来讲 很多seller的expectation都相当高了 通常现在很多 比如我这个neighbor卖了这个100万 我也要卖至少卖100万呢 当然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确实season的影响 不见得会有这个市场去support 那通常你去看有些时候 当然你首先要考虑说 这房子是不是适合我了 因为这个买房子并不是买股票 这个还是有很多其他功能 对 其他就是AI所不能分析出来的原因 对对 对有些时候你在很好的地方 在地方拿了很好的地友 但是离你上班很远 或者说你你并不能真正去享受 那那也是一个损失 百搭对啊 所以当你决定说哦 这个地方我可以接受对吧 就是包括这个住房面积啊 包括这个location 我可以接受我想很多时候如果这个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呆过超过三个星期了太大的这个move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跟seller去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去降价吗 多半可以哦 对我想因为他三个礼拜二十一天的煎熬对吧 对现在在市场大概三个星期 他心里可能都软了 对我想seller我想多数的seller还是特别是我们安区的seller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析能力或者说他了解市场什么样什么样的状况 也要看他找到什么样的listing agent呢 如果是andrew这样子他就比较会reasonable的来price自己的房子放到market的时候对吧 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information提供给这个seller或buyer嘛 让他做一个合适的一个一个decision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season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现在正是三月初 现在是三月底了 对实际上每年来讲应该在四月到五月就是reach到一个很高的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去看seller应该会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哎 就是说当别人当这个season还没有pick up起来的时候 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您正在lookingforhouse的话 还是就是说更看一下这个把您的seller这个area更广一些 更扩大更扩大一些 那么有可能会找到更更满意的房子 主要是要找到一个好的professional的一个又很有经验的veelter的broker来跟自己分析一下 我把安主的电话号码再跟大家报告40878188984087818898 现在momentum渐渐上来了 我们听听听看loan on time现在有哪一些房子在市场上 好我们现在像在fremont有一个靠mission的地方有一个townhouse 然后像这个south statenorth valley我们大概有有两个 一个是troll brother townhouse 哦 还有一个这个condo就是在马家馆的边上 嗯 另外在communication hill那边也有一个townhouse大概在100万出头的样子 所以这些价钱都是都是标的很恰当的吗 对就是我想 都蛮合理的 我们的market这个market strategy基本都比较streetforward 就是现在我们看周边的combo 然后看这个参考这个其他这个similar property的sell price 然后然后定价嘛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其他的strategy 比如说我要特别放一个非常低的价钱 或者说特别放一个特别高的价钱 没有这么做 对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在我们这些市场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去做了 对本身巴尔很也很了解对这些地区 这些都非常非常这个common的area 嗯 那现在这些价钱呢 就是说我觉得对巴尔来讲 你首先看这个房子location 如果真正喜欢的话 嗯 你还是不管你觉得价钱高或低 基本你还是去给个offer嘛 我想这个 刚才提到的四个listing啊 那他们都会在什么时候openhouse 我们像周末都都会有openhouse 这四栋都会 对就说如果你需要详情啊 可以去那个我们的网站 或者这个send text给我 都会把详细information给您 好 那send text message呢 就是到408-781-8898 408-781-8898 网站是在哪一个网址 我们有svihome.com svihome.com 对好 那因为房地产我们就是特别用了一个房地产专用的网址 对对 svihome.com 对 关于贷款就是在loanontime.com 对对对 OK好 那这四栋listing的都会在这个礼拜周末都会openhouse的 对对对 在fremont的然后sand jose另外有三栋 还有的都是tall brother盖的哦 对 然后房子都经过已经大大的整修了嗯 那就期待有很好的offer出现 并且期待要进来off的人呢 这个approval letter都已经写得很好了 对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最理想的我们能够work out一个deal 这个塞尔也满意白尔也满意嘛 对大家都是 皆大欢喜 对对好 那您觉得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在四五月在四月开始将会pick up 因为现在有很多公司已经line up要上市了啊 这个可能对于整个经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的 对没有错 没必这个下下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就会说哇 现在又抢风在线了 对这个确实这个湾区啊 这个这几年都有这样一个就是每个地区他突然你你看 别看有的时候他会非常low 可能sandly会突然一下跳上去有可能 因为这些buyer实际上都在moving嘛 不管是受到这个各个方面因素影响 于大家有很多buyer非常着急买房 他总是总是要去去去寻找一个呃能够呃这个适合他的房子嘛 有些时候他需要做compromise 或者需要这个change他initial plan 嗯呃特别像我想这个像三奥西呃 比如这个google在sandly downtown这个建要建campus 就是很多未来的一些消息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周边的这个房地产的价钱 是好 非常感谢安主今天在贷款以及房地产方面带来具性迷移的一些思路 还有值得我们呃有action item的 比如说做refinance现在就要开始去准备了 并且报税将是关键 然后在房地产long on time将有四栋房子在本周末也会做open house 希望大家编辑文字短讯到4087818898 对于这四栋listing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地址啦等等都可以的 或者是上svihome.com 就可以仔细的看到这些正在上市的房子 好安主非常感谢你 祝你晚安 谢谢大家 好的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场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